《公園》這個名詞,大家有沒有印象? 還去不去的呢?去公園 聽過,但不必去的,我想這一代是吧? 是吧,公園裏面的鞦韆和滑梯 聽起來是不是很滑溪或者很骨溪呢? 欣哥這段,最後這麼說 現在好象,當年沒有經過公園 當年也沒有看得秋千與滑梯 今天忽然上了他們,忽然寫成了這樣一段文字 原來公園近時是有秋千和滑梯 我想現在還有,是吧? 裡面還說滑梯是屬於女孩子 就是說秋千是屬於男孩子 很激烈的,是吧? 即是說這些玩具,這些玩意都有分男女 好了,現在的時候,隨時秋千和滑梯越來越少 連公園這個概念我們都沒有了 所以本來是怎樣? 花在我們可以用很多消磨的地方 現在就暗了,那現在剩下什麼呢? 剩下的坐著就對著一部手機 我覺得我們的技能或者體能已經差了 即是你繼續玩手機就可以 就一直滑梯玩手機,是吧? 是啊,你很厲害,滑梯玩手機 或者放著千秋玩手機 一邊扶著一邊玩 問題現在是沒有了那些東西 這個角度很特別 就是為什麼你都可以照做現代人忙碌的電話 是不是?我們一個人都有 我們就照拿來玩 電話和滑梯兩樣獨立,不矛盾的嘛 同步進行都可以 這個位置,所以我現在,你炒話題 洗澡,我都放電話進去聽歌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這樣,同步結合 其實都是一種新的方法 不用說一定要A就沒有 為什麼一定要A或B呢? 如雨紅掌就兩樣兼得嘛 是不是? 好了,那個滑梯和千秋,是不是? 那你再去看片子 當中是適合我們很多體能 或者很多技術感的嘛,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的技術感去到哪裡呢? 就去到我們那幾隻手指,撥上撥下 是啊,就是縮閘了,是不是? 以前我們整個人去動 現在就手指動 是啊,那會不會浪費那些呢? 這個角度特別 就是那樣東西可以很大規模的 而我們做得到的嘛,是不是? 為什麼要縮閘在這裡? 也不是很艱難的一回事 跟千秋滑梯這樣 所以你看你那篇的時候 我覺得你說得對的 一開始我第一段 我都覺得中年學者講這些話題 當然是悶了,是不是? 他又特別,他捕捉一件事去寫 就是運動軌跡,是不是? 給我寫兩件事 我寫小時候玩過,是不是? 我也是這樣寫 但是他就捕捉兩件運動軌跡 那運動軌跡,我現在不當忘記它,是不是? 那一個就是拼來拼去,是不是? 好像一個鐘擺那樣 一個就是高到低,是不是? 那他就捕捉了高度去寫 速度,高度,看到的風景 連續三件事呢 將這兩個右並置來做比較 那這個特別,是不是? 最後一句,我覺得整篇文的意味長遠了,是不是? 人生充滿跌蕩和滑坡,有多少次是抽籤呢? 有多少次是滑梯呢? 究竟我們人生這麼多起伏,是不是? 抽籤就當來當去,譬如考試肥佬 然後考試肥佬,當你失敗 不斷跌,不斷跌,不斷跌,是不是? 但是人生有時一次就糟糕了 滑梯,是的,那些經濟金融風暴 那些經濟金融風暴,一吹下去,跌我三成 那就負資產了 你最慘就是全部兩個,我覺得真的有個新角度了 你最慘就是你前期的兩者也要準備的 是啊 你當你們,大家當過,不是一下就飛到天那麼高 是啊,要硬一下硬一下,才去到最高的 那另外那邊呢?還要爬上去的 還要爬上去,是慢慢爬,爬上去的 爬到最高的時候,是不是? 你夠不夠膽,夠膽,一中衝下去 最慘就是爬,浪費時間,比你滑下來那幾秒 是啊,我們以前小時候,你頭對著人家的屁股 逐個逐個爬上去,要慢慢等 那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付出的時間 你換取的快樂當然是見得到 你一喝千秋,一想滑梯,就是滑下來,就是當來當去 前面的鋪排,那個時間的考慮 就是付出的東西,其實都是可以有很多文章空間去發揮 去寫出來,而我們沒有處理到,是不是? 它是運動軌跡,我就童年玩過,是不是? 男男女女,但是其他背後,怎樣玩? 什麼場景玩?跌下來,有沒有試過? 秋仙拼下來的時候? 但我又不明白爲什麽滑梯是女仔的,是不是? 但滑梯應該都很刺激,一衝衝下去,是不是? 因為我們玩的時候是慢慢滑,你是快滑 有得控制的嗎? 有,摘住身體,摘住 我的想法是因為你爬得辛苦,所以整個心態就是 所以才慢慢滑下來 你一秒滑完,我勤就勤一分鐘,是不是? 是呀,摘住的,是不是? 所以當千秋和滑梯是什麽不同呢? 滑梯你滑完,你去到最底,你要立刻讓路給人 後面在滑梯,當千秋,我上去,我不下來 你下面是,我都不理你 是呀,我在上面有... 所以現在年輕人上不了位,上樓那麼慢 就是因為那些人霸著滑梯,霸著抽籤 當一下,當一下,當到很刺激 OK,我慢慢看著你,你看著,又沒有力 但是你又死著不放,是不是? 那他們又不肯像滑梯,慢慢爬上去 是呀,你又不能爬上去,他不動 你沒有高位,就沒有低位 就是人生,你都能爬上去 就是呀,你又真的不知道怎樣 將他搞下來的,你一走過去 叫他下來,麻煩他就拼了你 所以這兩個主題,原來又可以發揮 和人生的關係 我們幫Ben最後這一句解釋完了 就是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句句子,你們都可以回去 即是仔細去拆解,其實都是功課 今天我禮拜這個功課交給你們 好,就是這樣 Ding